再来看一下这一棚蚊脸 大家看到没 这个花苞是不是越来越断了 而且这个花苞有没有发现 很像这个荷花哦 这个底下的这个也越来越大了 看到没 这个有枯死的这种叶子 已经枯掉了 而且现在这个天气热 这个枯叶是越来越多了 这个天 中午晒到的感觉 这个水都是滚烫滚烫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水 一定要加够来 大家看到没 我的这一盆这个水就少了一点 所以夏天的话 水少一定要及时加 把它给加满来 那么即使这个晒得好烫 它隔了一段时间也隔 就是说土面离这个水面 隔的还是比较远的 那么这个土温就不会那么高 再来看一下旁边的这一盆碎莲 这碎莲有两个花蕾都在绽放 但是我发现它有很多这种 看到没 这个叶子像腐烂的一样 这种叶子要及时给它清掉 尤其是夏天这种天气这么热的时候 如果不清掉 你会发现这个水会很浑浊 很浑浊的话 说明它里面的这种细菌啊 还是微生物之类的 实在是太多了 这样的话是不利于它生长的 要么就要给它换水 要么就及时把这些枯叶给清掉 现在就来清 像这一种的这个水也要给它加码 我的这一个水还好 不是那么混浊 也没有异味 如果有混浊有异味的话 一定要勤换 感谢观看